几个年轻人无意间闯进一个神秘山洞 只是在里面待了几个小时 出来后却发现已经过去了千年 地球早已变得一片荒芜 也没有了人类留下的痕迹 这是一部与时间有关的科幻电影《时间陷阱》 哈蒙是一名考古学教授 这天他在一处偏僻的山区 发现了一辆废弃多年的汽车 在里面找到了一本厚厚的笔记 上面画着一些稀奇古怪的画 随后又在半山腰上发现了一个山洞 便急忙过去探查 透过手电筒的灯光 他发现山洞里有个手提没有灯的人 但奇怪的是那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宛如时间静止了一般 看见这诡异的现象 他先选择了离开 回去让住住小美和杰克准备了一些装备后 又独自返回了山区 他把绳索绑在一块巨大的石头上 慢慢走进了洞穴 当走了一段距离后 他的面前出现了一层透明的屏障 应手触摸后发现上面还有些水分 但是好像对人无害 轻轻一走就穿了过去 时间转眼就过去了两天 杰克和小美发现教授依然没有回来 有些担心的两人决定前去寻找 他们向暗恋杰克的女孩卡拉接了一辆吉普车 曾经还有卡拉的妹妹和他的同学小胖 在车上杰克向大家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有几个七十年代的嬉皮士 为寻找不老权和神秘失踪 哈蒙教授则一直想要找到这些消失的人 在前两天有所发现后一去不返 很快一群人就到了那辆废弃的汽车旁 在车上杰克有了新的发现 原来教授所要找的嬉皮士 竟他失踪多年的父母 还在车子后面发现了一根有限年代的绳子 顺着绳子他们找到了一个山洞 可进去没多远 却发现绳子已经被人割断 从断骨处可以看出 这根绳子的年代已经非常久远 并不是教授所放 为了查清事情的真相 他们回到车上拿了一些装备 打算再次进入山洞 小胖因为有些害怕 便被证人留在了断口 当大家顺着绳索往下爬的时候 他们也感受到了那种无形的屏障 和当初教授遇到的一样 他们也没多想便继续前进 画面一转 进入屏障后的教授 发现前面的人动了起来 并很快就消失在他面前 同时远处还有很奇怪的声音传来 便急忙跑出了山洞 到了外面发现天已经黑了 周围出现了一片茂密的树林 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车后 却发现上面已经长满了各种藤蔓 早已无法启动 正面上也布满了灰尘 接着又在旁边发现了另一辆车 并在车上发现了小美的背包 便猜测小美他们应该也进入了山洞 有些不放心的他 便带上剩下的银防棒 再次走了进去 另一边 进入山洞的几人也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有些害怕的他们 打算沿着绳缩返回 不料当小美向上攀爬的时候 绳子突然断裂 直接掉了下来 这才发现绳子已经被人割断 他们以为是小胖故意在上面搞的恶作剧 并用对讲机臭骂了他一顿 让他赶紧放绳子下来 不料对面再传出几声微弱的呼救声后 便再也没了声音 因为没办法继续向上攀爬 他们只能向山洞深处走去 走了一会后 他们在前面发现了另外一个山洞 当卡拉爬上岩石准备出去的时候 发现上面有一根被割断的绳子 还在旁边发现了小胖的尸体 几个推断应该是小胖往下爬的时候 半人曾上面割断绳子后 不幸摔死在这里 接着 他们在小胖的背包里 发现了一只开着的录像机 这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他在上面等了好久后 无聊四处闲转时 发现了教授的汽车和一根通往 另一个邓口的绳索 还找到了一本笔记 里面记载了西班牙女王 为了救垂死的丈夫 曾派远程队前来寻找布老权 教授的父母为了拯救正病的女儿 也来过这里 小胖吃光了所有的食物后 依然没能等到大家回来 没办法 只能顺着邓口的绳索 下来寻找他们 通过他身上的录像机 大家发现外面的天空 发生着诡异的变化 接着绳索突然断裂 小胖就从邓口摔了下来 这诡异的现象 让大家很是恐慌 因为他们只是在山洞里待了一会 为什么小胖却说 已经过去了两天 随后众人商量后 决定让擅长攀爬的卡拉 爬出邓口寻求救援 当卡拉爬出山洞后 看见的却是让人惊恐的一幕 外面已经变得一片荒芜 到处都是裸露的岩石 空气好像也发生了变化 让他感觉呼吸有些困难 圆中还有滚滚的沙尘 正向他袭来 因为手机接受不到任何信号 卡拉努力爬到了山顶 不料却发现了更加奇特的一幕 远处有一个巨大的三角形物体 中悬在空中缓缓地转动 他只能再次返回山洞 并向大家说了刚看见的一切 可大家根本就不相信 说他只不过才出去了两秒钟阿姨 还好他出去时 所在的录像机 把这一切都录了下来 大家看过回放后 才知道他并没有说谎 这时结合小胖的经历 杰克推断 灯外与灯内的时间流速 应该不同 灯外的光线每变换一次 应该就是过去了一天 他们继续查看小胖的录像 这才发现他烧下后 并没有立即死掉 而是被人硬石头活活砸死 这也说明山洞里 还有其他人的存在 所以他们必须尽快离开 于是卡拉再次背着绳索 往灯外爬去 这时妹妹再次看起了 小胖留下的录像 发现光线的每一次变换 并不是一天 而是一年 依次碎算 他们惊动了这几个小时 外面其实已经过去了几千年 就在这时 灯口突然伸进来 一根长长的金属 接着又变成了一个梯子 卡拉想要顺着梯子往上爬 却发现上面走下来 一个身穿铠甲的人 这时一个野人想要袭击他 却被他轻松地钉在地上 杰克几人看见这一幕后 吓得急忙往后跑去 随后他们到了一个 燃烧着火把的山灯 在这里发现了教授的父母 他们身上还有着微弱的体温 小胖刚死去不久 不远处三个 正在啃尸尸体的野人 发现了他们 杰克只能让其他人先走 自己留下来断后 但最终还是寡不敌政 被野人当场打死 等野人离去后 回来的小美 发现了惨死的杰克 发生大哭起来 这时神秘人走过来 直接拖走了杰克的尸体 并在小美惊恐的眼神中 把他放进了一泡的泉水里 不增强 杰克每一会就神奇地活了过来 原来这就是不老权 这时两个野人突然出现 神秘人撑上前和他们打了起来 却不小心被野人掀掉了面罩 好歹卡拉及时把武器递给了他 才最终战胜了野人 但是他的维生系统好像受到了损坏 只能在临死前放出一段录像 原来此时的地球已经不再适合居住 人类早已迁移到了火星 这个神秘人就是在火星上 进化出的新人类 则知阵线的几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他们直台近来几个小时 未免已经过去了几千年 这时小美突然在远处 发现了教授的背包 接着猜测 教授应该也来过这里 但走的是另外一条隧道 他很有可能知道出去的路 便捡起一把枪往前寻找 顺着丢落一地的荧光棒 杰克最终找到了已经奄奄一息的教授 却发现前面还有一层屏障 里面是一个时间流逝 极其缓慢的世界 教授的妹妹正被困在其中 但是层屏障外面却拉不出他们 好在教授及时提醒 杰克才没有因为好奇而走进去 教授因为受伤太症 最终选择留下阻止野人的进攻 让杰克带着大家抓紧逃跑 随后他们用神秘人带来的梯子 开始往上攀爬 可爬在最前面的卡拉却发现 邓口已经被水堵住 这时野人也已经追了上来 没办法他们只能继续往上爬 突然水里伸出一只大手 一把将卡拉拽进了水里 就在杰克拼命想要把他拉回来时 下面的野人突然按下了开关 梯子瞬间被收回 这时水里的怪鼠帮卡拉戴上了氧气面罩 他赫然发现 水下的世界宛如被定格了一样 接着他就被拉进了一条发光的隧道里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从水里伸出几根绳子 拉住了即将掉下去的吉人 接着一副全新装扮的卡拉层水中出现 将他们一一拉了上去 画面一转 原本已经死去的小胖曾持水中醒来 透过窗户 此时的他似乎正在太空之中 接着教授也从水中冒了出来 教授的父母和妹妹也从另一个水池中出现 杰克几人则一脸悠闲地站在他们面前 原来他们是利用灯穴里时间不同的状态救出了大家 此时的他们正在乘坐飞船 驶往人类新的家园 电影到此结束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